創世基金會昨天舉辦了韓式尾牙宴 在台北席開兩千桌 邀請了兩萬多名的街友 獨居老人和丹青家庭 一起來享受圍爐的溫暖 下週就好過年 創世基金會提早在23號中午 請街友獨居老人以及丹青家庭 等等落實族群吃板豆 一早上就有民眾拿著 主辦單位的邀請函入場 現場準備超過兩千桌 至少兩萬名民眾受邀 廚房的棕破塞也是全力準備 食材真是豐富 有龍蝦 魷魚 蝦子等等 一點都不輸給大餐廳 就是希望這些受邀的朋友 都能吃到好料的年夜飯 這位62歲街友 平常在街頭吹笛子表演 賺點零花 這台災難車裝著他全身家當 在日本東京 有一個41歲兒子的他 他在20多年前從日本回到台灣之後 就在街頭流浪 對於過去他不願多說 但談到現在的流浪生活 他說真的很辛苦 又能又餓 蚊子也很多 沒有地方提早 還有這位45歲單親媽媽帶著 兩歲五歲以及八歲的三個小孩 他懷第三胎的時候 因為家暴離婚 現在獨自推著賣銷番薯的推車 轉生活費 他說他的心願就是要照顧這三個孩子長大 小孩子現在漸漸在長大讀書 費用也很高 好像有時候要給他們按清班 什麼真的是有點喘不過氣 這也是創世基金會連續第24年辦這樣的慈善活動 不過近年來經濟不好 募款狀況也受到影響 好在有一萬九千多人善心捐款 從十元到一百萬都有聚殺成塔 讓弱勢民眾們不但可以吃到熱騰騰的飯菜 也可以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記者張雄 莊志全特別報導